工作人員站在快速道路旁 檢查架設西濱快速道路 彰化路段的區間測速設備 3月1號要正式使用抓超速了 從台61線西濱彰化路段 陽錯匝道到深港匝道 縱長8943公尺 限速90公里 路直寬敞 常有駕駛人開太快超速 下區警方架設區間測速取締 以車輛通過的時間計算 超速寬容值是10公里 行車速度若是少於5分21秒 就會被開發3000到6000元的超速罰款 區間測速系統原本之前就啟用了 卻被發現系統時間失准 開出3000多張的烏龍發彈 全都撤銷 所有設備重新送檢 修了兩年才修好 他就是當時抓出烏龍發彈的車主 還是會擔心系統出狀況 不過管理單位售出檢驗證明 掛保證機器不會再出問題了 現在我們增加一個主機對時的時間 攝影機跟主機兩個時間一致 我們才開單舉發 重啟的區間測速已經在2月25號到28號進行測試 也抓到了173件的違規超速 目前沒有問題 也因為還是宣導期 所以還沒開發 3月1號零點開始啟用 用物人千萬不要以聲釋法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叢林掌握天下事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